时间出来了 华为的新品发表会就敲定咯 9月25号 很多人说那为什么在这一天呢 这一天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 华为的这个发布会的 一个宣传影片 里面的一个文案呢写什么 最大的阻力 给我们最大的动力 这句话在华为的发布会讲出来 特别的有弦外之音啊 另外呢为什么是这一天 因为呢这是华为副董事长 兼财务长孟晚舟 或是离开加拿大 反抵中国满两周年的日子 所以呢这个于晨东说啊 好戏一台接一台 来接下来帮我下一张 我们来看一下 那新品发布会当然呢 大家也会看啦 那接下来这华为要提供一些 什么样的亮点给大家呢 iPhone 15现在也是出了新手机了 很多人把它两支拿来PK 尤其呢大家都在问 你觉得哪一支卖的会比较好 我就问 请问你今年换手机吗 欢迎大家聊天室留言告诉我 如果要换你要换哪一支手机呢 我们先来看哦 Mate 60 Pro 还有呢折叠机款的Mate X5 那现在当然啊 Mate 60 Pro 它现在很厉害就是 它有天通卫星 它可以拨打接听卫星电话 然后利用自由卫星的传送讯息 但是北斗卫星呢 它可以连接应用接收卫星讯息 它还可以生成这个轨迹地图 同时有很多的技术大家在看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苹果的手机 大家用什么 接蓝牙嘛 耳机 但是呢 新闪技术 也很多人在讨论咯 因为它有蓝牙跟WiFi的优点 而且它功率呢 功耗可以减少60% 传送速度提升6倍 好 更低的延迟 然后覆盖率又可以更远 平常我们蓝牙操掌 你跑远一点就收不到讯号了嘛 连接数据又可以增加10倍 委员 今年应该是iPhone的蒙难年 就是跟2018年9月25号 孟晚舟在加拿大蒙难一样 iPhone为什么股价会连续滴好几天 就是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华为手机出来的 会在中国大陆市场上取代 这个iPhone新品15 很多很多的原本可以 可以卖出去的销售量 第二个呢 大陆的政府又下令啊 他们的公务员跟国营师的员工 他讲得很客气 不可以拿iPhone到上班地点来 对 没有说不能买哦 你要买可以买哦 但是不能带到上班地点来 那我当然不知道说 这个估计大陆公务员 跟国营师的员工 可能有5600万人 5600万人有多少人 把iPhone买iPhone 然后会到时候 必须要把iPhone手机 丢在家里面另外再买 那如果他另外再买的话 一定买华为 那他也不会再买什么 不会再买iPhone15了嘛 所以这一部分 会对iPhone15产生一个 替代效果 所以iPhone15在中国大陆估计 原先预计的销售量 可能会少很多 就全世界来讲 它可能会少到的 1000万支也说不定 1000万支 那是一笔不少的营业收入 那这个所以对iPhone来讲 真的是迎头棒赫 再加上这一次的产品发表 iPhone15真的没有亮点 他讲的都是老生常谈 我的外壳康坚用钛合金 我实在不晓得 可能那将军他们比较专业 钛合金跟非钛合金 对我们一般老百姓好像 差距不大 有这么强烈的防护措施吗 我不晓得 他都比较轻啦 比较轻啦 大概就说比较轻啦 比较轻喔 那我们可能感觉不到 对啊 然后说这个 我们这个镜头什么 4800万画素 这好像就一般人来讲 2000万以上我们大概分不太清楚啦 现在已经够用了 够用啦 我看女生还比较在乎 有没有修饰的东西 对 那是软体 前置镜头 不是画素的问题 不是画素的问题 美容 画素越高的话 拍的那个缺点越清楚 太清楚了 对啊 我现在就不愿意拍高清的照片 是 我就故意要懵好不好 那刚好华为这一款手机 出来很多的新功能 这个新功能 其实iPhone不是没有 可是iPhone 这个iPhone15就是没装 我们先确定这 都有这个能力 但是它就没装 而且装了以后 能不能像华为这么成功 为什么这么成功呢 因为它所谓双卫星 我们知道北斗卫星 可以传简讯 可是北斗卫星没办法通话 那天通卫星呢 可以什么 可以通话 尤其是对很多人会担心说 我在爬山的时候 到山上没有基地台怎么办 我到大海这个划船的时候 没有基地台怎么办 然后还有呢 你知道台湾也许比较没有这个问题啊 中国大陆土地那么大 沙漠啊 荒地啊 你开了一条高速公路要开了这个 五六百公里都不一定有基地台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就派上用场 还有更经典的 怕美国窃听 所以你只能用华为 不透过GPS 就像那委内瑞拉总统啊 他拿出华为来炫耀 他说我前面也用华为 在前面一带机 我也都用华为 所以我不怕窃听 那他很久没换手机了 没有 他已经换过三次了 这三年没换马上换 大陆马上送了最顶级的手机给他 这个委内瑞拉总统简直就是什么 是一个华为的代言人啊 那这两款的新功能 再加上华为自己开展 发展出来的新闪技术 叫Nearlink Nearlink 很多人都把Nearlink跟那个 那个马斯特的那个 马斯克的那个什么 那个Starlink Starlink弄在一起 我经常混在一起 Nearlink它就是一个 崭新的技术 传输速度提升了六倍 没有错啦 而且这个都在实测上 被证明了 那个美国设在加拿大 有个实验师非常有名 叫Technical Site 他是真的把这个华为 这款手机拿去切切拆拆 拿出来用电子显微镜子去看 大概我第一次看到 有人用电子显微镜子去看 那个华为手机 里面长的什么样 而且把他拍成影片 哇 我看都傻眼了吧 第一个 他说华为手机 确实90%是中国自产的 哇 90% 90% 不是我讲的 是美国讲的 他的实验室去测试出来 第二个 他证明一件事情 华为的晶片 那个手机的CPU 就是我们所讲的 709000S 是7奈米的 这也确定了一点 第三个 他确定一件事情 这是第一款 全世界第一款 无线的卫星通信手机 因为所有的卫星通信 不管你喜不喜欢 都会长了一根 粗粗的天线在外面 实在是不太好看 也不太好携带 但是全世界第一款的 而且它的 隐藏式的卫星天线 它说是独家设计 是独家设计的 它给它很高很高的评价 那现在问题来了 那iPhone16要不要跟进 大家想到iPhone16可能跟进 就不买iPhone15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跳带 而且是美国人推波助澜 美国人自己讲说 这个iPhone应该未来也可以 未来也可以 我都今年不买 我等明年买嘛 这个简直是 美国人在自己盗帮美国人 还有一个更重要一点 它说这款华为手机 它的传输速率 事实上是比传统的5G 还要来得高 那它就已经不是5G了 有人说它是4.5假装5G 台湾很多人不这样讲嘛 但Teknose说不是 它比5G速度还要快 那可以假设 称它为5.5G了吧 那如果它有一天 再退出6G了 那你怎么办 6G已经到了 那个智慧汽车 在使用那种速度了 所以这个比这个 那个比那个 对不起啊 iPhone都输掉了 那唯一iPhone赢的就是说 美国政府禁止 华为手机卖到美国去 因为美国不能够监听 所以就不准你卖到美国去 那只剩下这个 来保障iPhone手机的 一个销售量而已 太阳星全校客废 益生俊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俊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层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